客家在台北是一个边缘 但不落实的族群 让都会的客家人 跳出客家认同的范围 能够跟各样的边缘者 弱势者的视角重新对上化 这样才可以丰富我们在边缘的领域 这样才可以再强化我们在边缘 我们说话的能力 我们表达的能力 要突破这样的一个局限呢 我想我们还是先得把客家从文化认同 从乡愁的陷阱或是框线里面拉出来 跟各式各样的边缘的 弱势的叙事对话 年近一辈会在这种具有的客家叙事里面 找不到他们的位置 找不到他们可以参与的方式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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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